在湖北前江江汉盐学储气库现场 阳春和院士和科研团队 正在进行储气库运行参数的监测与分析 这里是中国最深的盐学储气库 建成后对确保我国中东部 乃至全国天然气用气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景底的压力对我们整个安全特别重要 能不能再提升一些上线压力 再低一些下线压力 就像一个罐子 压差越大 那么我们张的气越多 经济效益越好 阳春和院士从事盐盐地下油气储备的研究 已有20多年 是我国曾撞盐盐储气库的开拓者之一 盐学储气就是利用盐矿开采后留下的空腔 或者在地下盐盐中融出一口巨大的天然溶洞 将天然气储存其中 具有储量大 成本低 密封好 使用寿命长等优点 还能节省地面土地资源 它的运营费用仅相当于地上库的三分之一左右 1999年获得美国内华达大学地质工程博士学位后 杨春和回到祖国 向地下要空间储存天然气 杨春和第一次提出这个想法时 却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 我国沿层地质条件的复杂程度超乎想象 在国外遇到这种地质条件都直接放弃建库 但杨春和想法非常坚定 当年就想能做成盐学出去库 关键技术要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技术方的地方不要被别人抢着脖子 完成我们特有地层的盐学的一些认识 填成我们国家自己的出去库 面对巨大阻力 杨春和迎难而上 我国地层复杂 那就逐个反复试验比对 江苏金潭 湖北前江 河南平顶山 幅园辽阔的中国版图上 几乎所有能用于储备油气的盐盐地下空间 都留下了杨春和的足迹 在杨春和的实验室里 有从全国各地采集回来的盐盐样本 对这些它视若珍宝 这是我们从全国各地采回来的 从800米到2000米 不等的深度下的野心 上面你看这一块是盐 然后这么一点小薄的一种加成是含泥的 那么这种加成的这个界面 是否会产生泄漏 对于它的垮塌是否有影响 我们整个做了多少时间 最终科研团队用科学数据证明了 中国层壮严严的强度对于地下油气储备来说完全可靠 回应了外界对其安全性和适用性的质疑 中国盐学储气库开始了自己的特色建设之路 2007年杨春和的构想终于变成现实 江苏金潭储气库正式投产筑器 成为亚洲首座地下盐学储气库 这座埋在地下一千多米的储气库 每个溶腔可储存几千万立方米的天然气 利用金潭盐矿开采后留下的溶腔建库 节约建设成本达1.25亿元 增加了我们国家在天然气供应下的应急保安能力 你像触发天气下的调风 第二 如果上游供应中断 可以用储气库进行保安 2014年杨春和不幸身患重症 但手术后不久他就回到科研一线 2015年金潭储气库发现微肾层 出现气体漏湿问题 杨春和得知后不顾疾病缠身临危寿命 他提出一种全新技术 利用盐盐重结晶对储气库进行封堵 并迅速开展金潭储气库 关键微肾层的重结晶课题研究 微肾层封堵难题被成功解决 我个人认为科学家的一个宿门 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一种担当 做科研或做人有相似之处要制作 即便是现在年龄比较大 也做过手势之后 但是他的经历依然还是非常非常地充沛 杨老师都是第一个来到办公室 预管都是最早的 国之所需 心之所向 不仅要让盐学储气库 在中国落地生根 还要开花结果 抱着这样的信念 杨春和团队陆续开发了近十座盐学储气库 为中国的西汽东书 一线二线 以及川汽东送工程 提供了重要保障 储气库 从人到一已经完了 我们现在要对下面的地产进行认论 哪些适合做哪些储品 我们这个地产未来可以除油 除氢 除氦 可以叫做多场景的 多年式的综合应用 这是我们一个公关重点 是我们国家能源供应安全 一个重要的保障